哈囉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集的尚恩 帶你上車 我是ET TODAY 車情機的尚恩 主跑車線已經有8年的時間了 玩車的車子不長不短 15年 不管什麼車我都愛玩 節目的一開始呢 先為一個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這位是有超過16年的資歷的 支撐汽車媒體人 To Game Some 有車賞媒體執行長 汽車談話節目的 鼓勵來賓 葉宇宙小葉 哈囉大家好 尚恩好 很開心今天又來上車啦 對今天我們來上一部這個快車啦 對不是肉乾那個快車啦 很餓的 是因為在我們錄音的這一週 Aston Martin的台灣的總代理 永山汽車即將在這個週末 在台灣展出DBX的最強完全體 沒錯 也就是這個DBX707 那其實這種超豪華的 超性能的超跑級休旅車 其實在過去可能大家會覺得 有一點是要怎麼講 邪門歪道 邪門歪道 邪門左道 不是正氣 對 大家都覺得說那種超跑品牌 就應該要是好好的去做超級跑車 對 不要在那邊想當太胖 對 可是隨著一些品牌在這種車型上獲得巨大的成功之後 現在看起來是大家都要來做了啦 連那個原本當初很應景的法拉利 對 也即將在今年要推出他們的首款的這個 他們自己好像都不太願意用SUV這個詞啦 對 但是他們總之呢 你看上去 開起來坐上去 它就是一台休旅車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關於這一些這個超豪華 超性能的超跑級 你是想要撐自助 這也不需要 對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DBS707來看 好的 你還記得我們在台灣第一次看到DBS是什麼時候嗎 最後一次有實體車展的時候 對 沒錯 他們有借來了一台 那好像還不是完全的正式量產的車款 對那個時候好像還是就是試座車還是Prototype的樣子 原型車的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比較明顯感受它是試座車 因為它的板件什麼的都還有不是像很完整的精密度 對 公差有點大 遠遠看就發現那個公差 怎麼好像前一塊跟後一塊有那個落差有一點大這樣子 是的 不過這台車其實嚴格講起來 我覺得還是算就是很英倫風的一部車 我是覺得很成功啦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喜歡這個品牌 也很喜歡英國品牌 是 雖然說對於這個品牌要做休旅車 你會 心中還是會有一點小小抗拒 是 但是覺得看到成品之後 不是那個賣書 今天各種諧音梗 爛透了 看到了實車之後 我必須要說 就是它在這個超豪華品牌跨入休旅的這些代表作 我覺得DBS在我心中的美感是過得去的 是 是 它真的是蠻漂亮的 而且它也很完整的承襲 就是Aston Martin 這個品牌該有的所有的元素 沒錯 對 那在這之上 其實它又創造出一些 我覺得蠻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整部車外型來講 你最喜歡它的哪一個部分 其實頭跟尾我很難去取捨 因為它的車頭當然有他們很具特色的這種突自行的水箱護照 但是當你看那個屁股翹起來的那個感覺 你就覺得哇 還是很性感 沒錯 但是你如果有機會你從上往下發現它整個曲線 又是一般跑車該有的那種八字曲線 又可以出現在休旅車上 你說那種玲瓏有字的那種線條 其實叫可樂品 所以現在搭可樂都買一開口 不會啦我也會買寶特瓶的啦 至少它寶特瓶還有稍微保留的那個線條 那個曲線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在休旅車來說 都算是很具代表性的設計美感 確實我覺得我的想法其實也真的跟你差不多 但我其實第一次看到那個車尾的時候 是給我 車展上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給我心裡的震撼我覺得是蠻大的 是美感的震撼 美感的震撼 我也是公差的震撼 不是 那個時候的公差好像不是在車尾 我印象中是在車車 對 沒錯 你也怎麼很悶 我是看到Tesla嗎 對 那因為那個車尾看上去 我的公差有沒有 我是有點忘了啦 對 但是因為那個線條 它有一種前後呼應的效果在 沒錯 然後但是就是怎麼講 就是好比說我們現在很常會開玩笑說 現在都很喜歡把尾燈做成一條的這樣子 對 它雖然它也是做成一條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玩出了一個新的高度來 而且它還是比較早一點 對 它還是比較早一點 對 而且你看後來的人 後來的品牌 後來的車款做一條 就是 就一條 它真的就是一條 對 但是你看到DBS那車尾 你就覺得說 你第一時間你不會注意到它是一條 你只會覺得說 怎麼這個線條 然後用起來就很大膽的樣子 因為它的那個燈條 還是跟著它的車尾的線條走 而且它又是類似一個凸字型 又跟水箱護罩有呼應 對 就有點像那種三豐 不像是有些品牌50年 然後把那個三豐印在車門上 這個沒有攻擊的意味 只是想到而已 大家不要那麼緊張 OK OK 好喔 對 那其實因為原本的DBX V8 它就已經有550匹馬力了 然後其實很有趣的是 他們其實他們的動力一樣都是 4.0升V8雙渦輪 同一顆引擎 對都同一顆引擎 但是它就是工程團隊很厲害 調教調教就可以把它做到707P 我覺得以4.0升又加雙渦輪來說 707P 對他們來說應該也不會是太難的 應該不會是太困難 對啊 只是說當然因為現在來看的話 707這個數字有可能是 就我們都以原廠車來講 它有可能是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目前休旅車裡面最大的 以原廠來說是 對對對 但這個紀錄很快就被超過了 我們待會再來說會被誰超過 DJ是陪伴台灣人成長的經典名號 現在這款國民機車大進化了 SYM推出全新改款的DJ125 跳脫平庸樸實的外型設計 搭配四種車色選擇 誰說國民車就一定要像穿制服一樣無聊 37.5公升超大車廂 加上輕鬆放下700CG飲料的自備架 東西再多也能輕鬆充容收納上路 689mm長座墊搭配755mm低座高 就算是小朋友也能輕鬆上下車 無論高海胖瘦都能舒適乘坐 車重減輕11公斤搭配超省力中駐 旅行騎士也能輕鬆駕馭 與日本精兵共同全新開發的EMMIS 強化雙火星塞點火系統 讓全新DUKE敵絕 有著超省的63.9公里每公升的一級油耗 一桶油從台北騎到高雄輕輕鬆鬆 同時動力表現也沒有縮水 攪出同級最強的1.06公斤迷流力 而AL-EH0厚陽懸吊 CPS2.0連動煞車系統 更是讓全新敵絕 好騎好做又好安全 有興趣的聽眾 可以前往全台SYM經銷商體驗實車 這一次調整到707匹之後 它的0百加速縮短到3.3秒 因為原本是4.5秒 然後原本的極速是291 3.3秒是蠻驚人的 很驚人 你要想到這是一部休旅車 這麼大一台休旅車 而且它的車重其實是2245公斤 2.2噸 對已經破2.2噸了 這種重量 然後你想想看 你給它彈射起步的時候 那個衝出去那個氣勢 其實是蠻驚人的 你有在路上看過DBX 你這樣一說 我突然發現好像沒有 你有看過嗎 其實我蠻常看到 因為你都住豪宅區 所以說比較常看到 這是合理的 對 我還蠻常看到 而且啊 你遠看 很美 當你近看的時候 你還是會發現它的存在感 其實蠻龐大的 就像剛才講 它其實是一個蠻巨大的存在 因為我們平常看到 奧斯特馬丁 都是很優雅滴滴的 啪啪的這樣 當你看到DBX 其實蠻巨大的存在 所以當它可以彈0到100是3.3秒 那真的是蠻驚人的 而且因為它車長其實也破5米 對啊 5米 對啊 其實是蠻大的 就是一台拉很高的那種 像7系列S 對對對 然後它其實它不是單純 只是把馬力條大到707P而已 因為它為了要因應這麼大的動力 其實它變速箱的部分也有做 蠻特別的一個設計 因為原本用的是九速的ZF的自排變速箱 那自排變速箱當然它就是會用 所謂的那個叫扭力轉換器 對用油去做一個傳動的介質這樣子 那因為現在馬力變大了嘛 所以它一樣是九速的變速箱 但是它把這個扭力轉換器的部分 把它換成是40多片的離合器 這個也是蠻腦洞大開的 我覺得 就是它本體一樣還是九速自排 只是它把傳動的那一部分 去換成是用離合器片去做一個傳動 對那它當然一來說 你的傳輸的效率會比較高 然後動力的傳輸會比較直接一些 但是 然後但是你的 我就想要聽你講但是 想要聽我講但是對不對 這個語氣感覺堆疊到要往下走了 但是這在工程上來講是一大挑戰 還是因為他都覺得這些的車主 本身累積的里程不會這麼高 這樣講大家應該聽得懂 對我們的弦外之音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沒有啦這個其實你要說可靠性上 會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這很難說 而且因為他用的是14多片 相對來講 當然他也只能用14多片 那個900牛頓米的扭力 不是開玩笑的 乾式的話 乾式應該是撐不了 沒多久就會亮燈 對 而且因為他說他是14多片離合器 但他沒有說他是雙離合 對 他只是單純把那個 就是我們講傳動那一部分 去做一個更換而已 對 讓他可以去承受更大的扭力 相對來講他的流失也不會那麼大 對 只是說我還是會很好奇 這樣子的變速箱開起來 那個感受和久速自排 就ZF5會 因為我們知道ZF5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快的變速箱了 已經是跟我們傳統自排的那個感覺差滿多 對 我很好奇他換成14多片離合器之後 開起來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我自己猜想應該會是他那個換檔的過程 會比較強烈的直接的頓挫 你說那種衝擊感這樣 那種感覺我覺得可能會比以前 畢竟他有扭力轉換器那個感覺 會有點差異 對 因為如果是扭力轉換器的話 他那個衝擊感基本上會 很大一部分被扭力轉換器給消滅掉 對 那如果說就是離合器片 他等於是直接的連接 對啊 那你每一檔在切換的時候 或許應該會蠻激情的 就聽到那個收音機 噔噔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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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用Hands Zimmer 這個我來配 我們一定要這樣子一直對他的可靠性提出質疑 沒有質疑 只是我覺得我很心痛而已 那他的電子線瓦插出器 也有去做一些優化 他是全新配備的 然後中傳比也有做一個調整 其實大家也有一個概念是說 因為修旅車的關係 所以因為他車身就會比較高 那這像我們剛剛也講了 他的重量其實是非常重的 所以其實這一種高性能修旅車 他反而會需要更多的電控配備 當然 去做輔助也好 或者說給你更多的駕駛樂趣也好 又或者是說為了安全性的因素也好 因為他再怎樣比 就是就算他可以再怎樣強化 畢竟他的底盤他的重心都是比一般 這樣動力輸出一樣的跑出來高很多 所以你要讓這麼高重心的車 除了直線 不只崩直線對不對 你還是會有些彎道 甚至你在高速切彎車道 重心轉換都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對於懸吊 電控那個都會更高的挑戰 是 所以說其實像懸吊的部分 他也還是用了這個所謂三艙式的氣壓懸吊 他們就是還是喜歡用氣壓懸吊 那當然氣壓懸吊的好處是說 他在調整上 就是我只是電控的部分的調整 他有比較大的寬容度 就比較多的客製化的機會 對 你可能一個模式 然後可以讓你開得很舒適 然後切到另外一個模式的時候 他也可以變得相對來講是比較硬派 家人下車的時候 你一個人開的時候 就可以恢復他的本性 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是說 在主動介入的方面 就好比說我們可能 轉彎到一個極限側傾太嚴重的時候 他氣壓式的是有機會去做一個修正 對 把這個車子給撐回來 就像小葉講的這種高重心的車 其實是轉下去的時候 是蠻可怕的 對 尤其是你不知道他會沉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你要等他沉一下 對 那個其實是蠻刺激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是因為這個DBS 我們錄音的當下 我們還沒有看到實車 DBS707 對 那只是說我們就從這個賬面數據上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畢竟我覺得這種車子確實是 你要怎麼說 我覺得他這就是一個很衝突的存在 對 就是既有修旅車的 你要說實用性也好 車格 對 車格也好 舒適性也好 然後又有一個這麼誇張的動力輸出 對 這種東西開起來真的是會讓人很好奇 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表現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機會開到 希望 對啊 希望有機會 你應該就很希望能夠開到 我一直是他們家的粉絲 對 因為我上次開到這樣子等級的車應該是URUS 其實我也是 你也是 所以但你還是會覺得蠻佩服 就是因為你本身對於這種高性能修旅車 你知道他是高性能 但是因為他畢竟還是修旅車 所以你心中大概會有一個譜 就是說 我知道他的程度大概到可以什麼程度 那URUS還是有讓我們蠻驚艷的 所以我覺得對DBX的期待也是蠻好的 因為其實如果要認真講起來的話 這種超豪華品牌的高性能修旅車的 爛傷的開騎者 應該可以說是URUS 可以這麼說吧 到這個等級的話 當然你說像那個可能往下的話 我們有Masaladi 然後可能有像保時街 保時街那個已經變買賽車了 太大了 而且因為畢竟那個是豪華品牌 還不到我們超豪華 其實看價格你就知道了 就是基本上將近千萬 那個就是超豪華 雖然說DBX一般版本 或者是URUS都在接近一千萬 但是你不可能就是這個價格 你一定會東選西選 通常都是八位數的 而且我覺得URUS那個定價 就台灣的定價也是非常的有趣 999.8 就是9.89 反正怎麼樣你弄一下一定是破千 肯定是破千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他其實如果跟小牛-2來比的話 他們誰便宜 好像差不多 還是URUS便宜 URUS還是便宜 所以這是 剛剛本來想講 這是大家離哪把清理最近的距離 可是聽說 這我也不確定 你要買這個車型 當然 如果你今天都不是Lamborghini的車主 你要買URUS的話 因為畢竟這個真的賣得非常好 所以一般來說好像都要等滿久 除非你原本就已經是他們跑車的車主的話 你可能可以快 優先權會高一點 就是現在像買精品都要配貨一點 是啦 那因為之所以說他開啟了一個爛傷 是因為其實到現在 URUS已經佔了Lamborghini全品牌的銷量一半了吧 而且聽說他們現在手上在等車的訂單 是 7層都是在等URUS 是 我相信是 這我相信是 那URUS 你那時候開的時候是在道路上還是在賽道上 道路 你是在道路 我是在賽道 你是在賽道 那你那時候在道路上開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我心中一直在把他跟Kian Turbo做的 因為說真的啦 我們開天章說明話就是 他原本就是從地圖架構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他還是有多少一點點義大利的味道 所謂的義大利味道就是會壞 就是會壞 沒有我那件事都很好 你不要害我 沒有啦其實Rambo我們開那麼多台 就是都沒有遇過就是所謂的義大利浪漫 這個我要先解釋 因為我前兩天才剛開過小牛 羨慕 就是雖然說他現在是有留著德國的血液 但是你對義大利車款的想像 就還是會一些比如說排氣聲量 或是動力輸出曲線的比較具個性 比較解藥不羈的感覺 所以在他跟Kian Turbo這樣子比較起來 我覺得還是很明顯就是這樣 你說排氣聲浪或是整個介面的設計 然後開起來的感覺 都還是多一點點那種義大利的靈魂在裡面 不過因為它是休旅車的關係 所以它那個差異的個性其實被壓著蠻多的 對啊但我覺得如果今天價格是允許的 叫我在Kian Turbo 或者是在Wuels上選擇的話 我覺得Wuels對我的魅力可能會再多一點點 因為Kian Turbo我們不要說那個普及率 就是畢竟它是因為德國人比較 這種一絲不苟的個性 它多少會被遜的 我覺得還是比較稍微稍微的工整保守 你自己覺得在賽道上開起來的感覺 那時候在賽道上其實說真的 那天天氣狀況其實變不好 那天是失地 所以其實那個又更考驗 然後那一天在前面帶的是誰 我想一下是陳亦帆還是林柏亨 我有點忘了 反正應該是他們其中一個人 這兩個都帶的不會慢 對這兩個都是帶的不慢的那一種 車上安全車應該是沒有後照鏡 對對對 因為我上禮拜開小牛前面是陳亦帆的 對然後輕輕鬆鬆讓我打破了人生的PV 力保PV 對那那個時候Wuels那一天就下著雨 那因為過去我們都會講說休旅車高重心 然後車重比較重 也確實因為Wuels的車重也是超過兩噸一 對那在單一彎道的時候 你會有點驚訝於說它這麼重這麼大台 然後但是P進去 然後整個穩定性都還是非常好 而且不會像我出現我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你不知道它要沉到哪裡去 你知道沉多久 對它的支撐性還是非常的好 當然650匹的馬力也不用多說了 那個踩壓距基本上就是隨算隨到 你甚至還要擔心馬力太多 對 但是有一個情況下就會讓你察覺到 會讓你打回現實 你會發現說它是一台休旅車 就在連續彎道的時候 對這沒辦法 因為我們那時候開的時候 力寶還是21個彎道 所以它後直到那邊的雪看只有一個而已 那即便只有一個 下著雨進去 因為你要先向右 然後再向左再向右 向右向左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好像哪裡不太對 然後等到我在往右的時候 我的車頭跟車尾已經在跑不同方向了 然後因為前面的教練車是 我記得他們是開小牛在帶 對 那小牛當然過那個彎 即便是下雨一定也是輕輕鬆鬆 對 因為畢竟就重心那麼低 對 可是那開著那個兩噸一的烏爾斯 在那個雪看那個搖起來 然後車頭車尾跑不同方向的時候 我早死慌了 慌了一筆 可是這樣子攝影師會很愛你 他們才有慌耶 沒有那天下雨所以沒有攝影 可是說真的這也不只是休旅 就像我覺得未來 目前電動車也都是遇到相同的問題 對這個重量要怎麼樣去解決 是一個 因為重心在這種快速轉移的 就重量在這種快速重心轉移的過程中 這個就是沒辦法 這牛頓地性引力 就是存在在那裡 這個很難對抗 你技術再高超都很難 對 而且我覺得剛好 因為又剛好我前兩天才剛開完小牛STO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你剛剛講的 那個義大利的浪漫 對 在URUS的身上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體現的是 因為那天其實用的駕駛模式 還並沒有切到COSA 還沒到塞到 對 而且他們 因為那天其實 我讓你貼起來 那天其實我們總共開了兩部車 一個是URUS 然後另外一個是小牛EVO 對 那你在URUS身上休旅車 然後馬力又這麼大的情況下 我們像譬如說你剛剛講那個凱恩Turbo 如果在一樣的場景底下的話 我在猜它的電控應該不會允許你有那麼大的滑動量 對它應該會早早就把動力就收掉了 然後甚至說用一些就是車身穩定控制 去把你的車給拉回來 可是在藍寶經理身上 不管是URUS也好 或者是小牛 Anyway我開過的每一台 我覺得那個電控 即便你今天是在Strada 或是就一般模式底下 它都會允許你有很大的滑動量 對 然後你就是如果說比較快的進入彎道 你隨時要保持一個很高的專注度 專注度 對然後你隨時可能要去做反打的 去做修正 去做救車的動作 但其實如果說你膽子比較大一點 你再讓它多滑一點 其實你就會發現到它還是有在介入 它還是有在救 只是它 對而且它是讓你滑 然後邊滑邊救 對對對 不像其他的車就是有危險不行 這個就是義大利人跟德國人的差別 還是義大利人在喝咖啡忘個裝 這台車變控 這台車有要裝嗎 應該不用吧 我先喝咖啡好了 先來一杯Espresso 先喝了再想 對想一下 下一台 對所以其實URUS真的是一個蠻成功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外型也是算蠻帥的 這個都是個人主觀美感 但我覺得它真的是蠻帥的 對 而且它就像它的其他的超跑一樣 那個獨特性 就是世界上的車 或許每一段時間會走不一樣的風格 可是Lambo Gini 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是很堅持自己的路線 那這個堅持你說 要怎麼樣把它放到休旅車上面 兩個是那麼極端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是非常低% 然後非常性能的 然後一個就是比較高 然後要有大空間 然後而且又有五個門 對 Lambo過去沒有出過這樣子的車子 其實有 但是那個真的是很古時候的東西了 對 因為他們那時候一直強調說 URUS身上有LM002的元素 然後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四個輪子 對 或者說五個門 對 可能只有這 直線條 對 可能只有這些東西是相同的 不然我那時候開了半天會想說 他一定要找一些歷史的東西來講 是啦 代表我們比如說四輪驅動或什麼 對 我總不能說橫空出事做了一台車 然後沒有故事性這樣 對 因為集團的資源優勢 因為休旅車比較好賣 對 那當然因為畢竟他也出了算 就是時間稍微有點久了 那目前是也還沒有聽說 有改款的消息或是什麼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他現在壓力可能會越來越大 對 一來是說 當然你說DPS707 已經馬力超過他了 做到707匹的 當然操控表現怎麼樣 我們不曉得 對 或許他在操控上 URUS還是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但是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原本迪斯不從 不做休旅車的法拉利 對 也已經確定今年9月要推出他們的新車 是的 對 我突然忘記怎麼唸 那個名字有點奧口 對 PRO桑桂嗎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吧 還是怎麼唸 對 反正他是義大利語 對啊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難 對 我開錄前 我有稍微聽了一下怎麼發音 但是說真的 我是覺得聽起來好像有點哪裡 不太合理 等到他正式發表的時候 我們再來聽聽院長怎麼唸 其實聽記者會他們怎麼講 對 那因為我這個是用翻力軟體翻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聽起來真的 我自己是覺得怪怪的 對 那為什麼我會說壓力大 是因為你DBS707 馬力超過了URUS 那我們說操控不知道 對不對 但法拉利接下來這個新車 他更瘋狂 馬力更大 他瘋狂到什麼程度 他要裝V12 那真的蠻值得收藏 現在沒有什麼V12可以買 對 而且就是堅持自然進氣 因為你看他的那個跑車 已經很多都是渦輪動力了 對 那可是他在修理車上面 他要 就是大家都還在用 4.0 V8雙渦輪 對 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很現在的設定 法律說 我不要 我要用V12 可是這很吊詭 就是一般來說 都會用這種賣比較主流的 來做一些油電的版本 然後來去補償他們存跑車的一些碳排的規則 是 結果他們現在就是反過來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 他們都是年銷量萬台以下的車廠 一萬輛以下 對 他們好像比較沒有 沒有 或是說他們比較 相對他們那個限制是沒有那麼 確實是有一些優惠 但是 這樣子意思就是 你以後要存證的 存汽油自然進氣V12 在法拉利找到這些元素 你只能買休旅車 對 我現在世界好難懂 對 現在這個世界很難理解 這樣子 對 V12引擎 然後 他們那個動力是說 跟那個812 Superfest很接近 對 所以說 難怪還要變最強了 對 然後他的馬力 因為我們剛剛講 DBS707就是707一匹 對 這個法拉利這一台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是800匹起跳 神經病啊 休旅車800匹起跳 什麼概念啊 對啊 對啊 那因為法拉利的操控 我想我們就應該也不太需要去質疑 對啊 我是還沒開過 對 法拉利我是還沒開過 對 但我想應該是不需要去質疑他 對啊 因為相較於來講 反正超跑品牌裡面 你要說 真的要 以操控為建廠的 不是Lamborghini 大概就是法拉利吧 對啊 你說其他的 或許他可能還比較 他們出的車款可能都比較偏GT車款一些 對 但是這兩個品牌的車款 他們其實有很多非常硬派的作品 對啊 所以其實是滿期待這部法拉利的 他們就不想講休旅車 但是對 他就休旅車 所以現在如果他也出來 那現在這些頂級超跑品牌 是不是就剩麥克拉倫 對 對 就是麥克拉倫還沒有加入 還在撐 他 要不說他還在撐嗎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是 因為他們之前財務比較有狀況 對 所以我在想他們可能相對來講 也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再加上另外一方面是 他相對沒有所謂集團的力量 對 對 你看因為這些品牌 我們剛剛講的是阿里亞扎這些品牌 他們其實背後都有 阿里亞扎 對 他們其實背後都有一個相對龐大的集團資源在做支撐 確實 對 而且除了這些超性能品牌以外 其實超豪華品牌也都是 你說像 Bentley的Bentega 對 然後 還有勞斯萊斯的 庫里南 對 而且 就我們所瞭解 真的也是不只你剛才說 我們說烏爾斯賣翻了 對 其實在勞斯萊斯的那個庫里南 他們說現在 以台灣或全世界都是一樣 庫里南就是一車難求 對 然後上門要買的幾乎都是買休旅車 這個 難怪大家都要出休旅車 是啊 真的太好賺了 是不是 這真是血賺賺爛你知道 對啊 所以說連法拉利也下來做了 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法拉利會來做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講起來有點感傷 是什麼 就是他們之前的CEO 其實那個時候他們之前的CEO 是非常明確表明說 不做 敵死不寵 但我說比較難過是因為 後來這位CEO因為一些身體因素 然後離開了 離開這個世界了 對 然後在那不久之後 就傳出法拉利說要做休旅車的消息 對 我不想講說這個是因為 你知道 因為人不同而做出 而不是因為剛好是人 對 只是說就是有這樣的巧合存在 其實這樣想起來是 我是覺得有點唏噓有點難過 對 因為那個時候他看到他那麼應景的 表示說我們就是不要做休旅車 對 那時候你會覺得說 心裡會有一絲 雖然說我不是法拉利迷 也不是法拉利車主 可是你心裡會有一絲的欣慰 你會覺得說 這世界上還有一個品牌 他們很堅持在做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浪漫 可能沒有辦法跟大家一樣賺大錢 對 但是你就覺得說他有這個堅持 有那個精神在 其實讓人是很欣慰 想一下 你說前一任老闆他走多久 他走多久 我有點忘了 但是我的印象中 這兩件事情的時間好像蠻接近 因為就是以一台車的研發時間來說 不會這麼短暫 也有可能是他還在位的時候 這個已經偷偷在醞釀 如果說你要說研發時間的話 好像確實是有一點長了 所以就是他可能是壓著就是不行 在我載任前 就是像電影長演的 在我載任前 這台車不可能浮出來 然後走的時候 馬上這個就按蓋上 過了 過了 對不對 有點那種異味 那因為法拉利之前 在還沒有這部車之前 他們家最實用的車款 應該就是GTC4 Russo 對 我個人其實蠻喜歡這台車 我以為你會要說 那台車也是什麼閒歪道之類的 不會 你也喜歡 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台 很好親近的終極鋼炮 不是覺得他就很像先輩鋼炮嗎 對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次我在台北信義區買東西 就有一個 一台就是GT4Russo 停在停 一般來說這種都會停在門口 他卻默默的停到了 百貨公司下面的停車場 然後一對母女就下來 然後我想說 他們一定是覺得說 我要買一台先輩車 可是我手上好像有點多錢 不如我就買這台先輩車 我說這個怎麼踩要去那麼快 我腦中就一直有這種畫面 然後我想要買一台先輩車 坐坐好 那我們就去買這台 爸爸買車的時候 都是在這裡買的 對啊 那我們也在這裡買 你們有沒有比較像先輩車 那小姐那我們就這台 四個人可以坐 對對對 然後如果你把後座放倒的話 還有800公升的置物空間 I don't care 你們要去大賣場買東西 都是ok的 這是我覺得對他 蠻特別著迷的地方 是 其實我真的也是很喜歡那一台 真的啊 對 好像蠻多始終的粉絲迷 不能接受這一台車 對 所以我才說就是 講到這台車 因為我不是始終粉絲迷啊 OK 其實我也不是 我就是那個 你覺得我差那80萬嗎 我差的是那1400萬 對我就是那一種 對 我也覺得那一部車 確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然後不知道欸 我就是對於那一種 它既有高性能 然後又有實用性 當然休旅車除外 我真的對休旅車還是 相對比較不能接受 因為我真的覺得高這件事情 對就是高了你的重心就會高 很多同業的人都還是不能接受高底盤 對 大家都是喜歡操控的人 對 然後你又要操控 又要實用性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又有800公升的置物空間 又有4個座位 還可以默默低調的 聽到商場下面 對 沒有人會發現 沒有人發現它是在法拉利 有人經過還說 哇這還偷貼法拉利的LOGO 真的是有夠的 結果發現 我就法拉利 我就法拉利本人啊 怎麼了嗎 沒有因為會講到GTC Ford Russo 是因為除了說它是 就是在法拉利裡面 相對是一個實用的車型之外 有一個傳聞是說 當休旅車這台車出來之後 這台車就會 GTC Ford Russo可能就會消失 對 這個 我們以後買不到了怎麼辦 好吧 買中古代30年 當房子在代有沒有 還可以代代相傳 搞不好 搞不好我們的小朋友 以後要開車的時候 已經沒有加油站可以加油了 也說不定 都是充電 對 這個機率相對也是大 好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 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打打嘴炮 講了這麼多台裡面 其實我也就只開過烏魯斯而已 說不定我們的那個 廳有很多人都開過 對 對 GTC Ford Russo我家有兩台 總共我們代號叫8 兩個人 4加4 對 所以說如果說這個大家有開過 或者是說像我們一樣 就是對這些車都充滿很多憧憬 很多想法的話 對 或說你們對這些車又有哪些看法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留言題之外 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所有內容 那如果說覺得我們節目不錯的話 請布林給我們五星好評 這會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這樣在第一時間收聽到我們最新的節目 那我是尚恩 我是小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